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佩穎 歡迎收看今天的婚禮新聞 柏林鄉調柱發帖好 生活好 各的金子 對玩還是不用各種的興趣 其中途各種 離年紀的學生 林靖雄 有凹爪以及金剛的專長 謝謝年紀 就扮過五年的展覽 也常常對我參加比賽 9年 她是初次參加全國紀念比賽 就拿到青年洲主播經營 優工這年的第一名 這樣的表現也讓她在到今年度 本林志工的中行 管政府今年度的分年 志工江航 去年那個技能競賽的 讓我有比較大的衝擊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得獎 因為她有一個年份區段 然後通常大家是高直升 或者是課大升進去 所以她通常是練了第一年不會上 然後練了第二年第三年 才有機會拿到全國前三 所以我第一年進去的時候 想說我去混水魔魚就好 但後來就是老師就告訴我們說 你要把目標放在那邊 大家目標全部都放在全國前三 我們林靖勇同學 她是在去年的時候代表本校 去報名了全國技職競賽 那在分區賽的時候她獲得第二名 可是到全國賽的時候 她就拿下第一名的殊榮 那非常的努力認真 在華德福的教育也培養孩子 很好的耐力跟意志力 所以她克服了自我的挑戰 然後在今年的時候 我們為她提名了雲林之光的申請 那也獲得了雲林之光的殊榮 雲林之光呢 她是徵選來自雲林各界 有全國以上比賽跟國際以上的比賽 從藝術表演文學或體育各方面的優秀人才 那獻服都給予這樣的殊榮感肯定 雲林之光標示 她很享受這組金剛作品時的感覺 手腦平庸也讓她專心在自己的世界當中 未來也會在這方面繼續來參加 我覺得在做的過程很開心 你那段時間你是屬於自己的時間 然後你在做的時候除了手在動 然後頭腦也會在動 你說是一個在 算是自我沉澱跟自己對話的過程 可能會依照著像轉場跟技能 下去選擇我想要的科系 但她可能不一定完全是否所經營珠寶細工 但是可能跟進攻相關的 斷橋或是其他技法 可以在大學裡面繼續深造 套貴都完專頂的培養 讓客人可以找出自己的興趣 也讓社會上全萬多元的專頁認識 現在您方便的蔡宏報道